你还在频繁操作吗? 你是否每天都还在订盘? 是不是觉得又累又不赚钱呢? 其实啊,做股票可以不需要那么复杂 今天我就来跟你分享 一个简单又能翻倍赚钱的方法 今天我来分享一个 30年老股民都不会用的实战技术 三条均线抓牛股 买入就能轻松翻倍 嗨,大家好,我是Angie老师 来自玩股之多点 建议大家点赞加关注 方便后期持续来听我的内容 今天我将在主力的角度 为大家具体讲解 三条均线抓牛股模型 非常实用 我们来看具体的股票实力 图中的股票 经过了前面的震荡整理 引来了大波段的上涨 仅仅在21个交易日 涨幅达到316% 如果能够在蓝色蜡球的位置买入 就可以拥抱多倍的利润 那么问题来了 如何能够捕捉这种翻倍牛股的模型呢? 接下来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三线抓牛股的模型 首先,股票经过上涨之后 出现一段横摆整理阶段 在这一段时间呢 就是主力吸筹阶段 随后股价突破了横盘整理阶段 引来了大幅拉伸 那么三线抓牛股的模型 关键就是要捕捉到这个突破的位置 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方法 三条均线做牛股的方法 学名叫风牛出栏 我们用了菲波纳基数字 5天、13天、21天 三根均线来判断中短期的价值成本区 如果三条均线经过震荡横摆之后 凝结或者相离很近 然后出现一根蜡烛直接突破 三根均线就是经典的买入位置 而这个位置往往之后的上涨会非常的暴力 于是我们把这里称作风牛出栏 这就是刚才的案例 加上这三条均线 配合风牛出栏的实际效果 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 前面经过震荡横摆 然后三条均线明显凝结在一起 这时有一根蜡烛直接突破了三根均线 于是我们就把这里确认为风牛出栏 买入之后不用每天盯盘 只要蜡烛大部分时间高于三根均线 就可以大胆持有 在这一个案例当中只用了22个交易日 帐幅高达192% 真的是太牛了 刚才的两个案例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相信也明白了什么叫风牛出栏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同时出现风牛出栏 但是却不成功的案例 这次股票在今年出现一波疯狂拉升 就是图中的一个点C 我们先来看看图中我标了ABC三个位置 而最后一个C才是成功的风牛出栏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点的区别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A点是否出现了股价超过三根均线呢 答案是肯定的 但是A点的三根均线的距离较远 没有形成三根均线的距离很近 也就是我们说的三根均线凝绝 容易产生暴胀和变弹的这个原理 所以A点不能称作为风牛出栏 我们再来看一下之后的走势 也确实验证了这几天都是出现回调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点B点 B点呢明显是没有超过三根均线 最后我们来看下一个C点 C点呢收盘价已经是高于三根均线 而且前一天的蜡烛是没有高过三根均线 所以呢C点呢是算第一天超过三根均线 同时这三根均线离得比较近 这就是典型的风牛出栏 三根线离得较近 代表价值成本趋于一致容易产生变盘和暴胀 如果对于刚才我讲的三个点ABC 为什么前两个点是失败的 只有第三个点是成功的 有任何的问题和一些评论 大家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我会一一给大家解答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建议大家点赞加关注转发 以便后续的视频收看 我是Angie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以上观点仅供参考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转发